过去屯房税的实施在台北市的结果下非常有效 而且是从市中心开始慢慢地跌下去 到达全省各地的波及效果 那它的效力绝对比房地产税来得更高 它是因为每年要缴的税 所以刚刚讲到如果只实施房地合一税2.0的情况下 大家转为屯房 如果没有实施屯房税的时候 那就真的说大家不屯房是笨蛋嘛 那就会转为屯房 反过来讲今天如果实施屯房税 你就变成无路可逃了 那这样的话显然就效果更大 那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这两个税都是过去有实施过的 只是实施的过程中是不是全面性的实施 那我们也看到屯房税基本上是对多屋的人 当多屋的认定 过去是第四屋以上才算认定是屯房 那如果认定开始慢慢要求是第三屋以上 当第三屋以上会有多少人呢 大概整个房价市场结果大概只有10%的人会受到影响 第四屋以上的人大概只有2%到4%的人会受到影响 万句话说如果能够加强所谓屯房税的定义 明确的话当然会使得这个房价被炒作 屯房屯地这件事情就相对的能够减少 所以这个政策上从过去时的经验来看 它的确是有它的效果 而房地合一税跟屯房税双管并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才能够被凸显 不会转到从房地合一税转到屯房这个部分来 那我觉得政府在考量所谓的打炒房这件事情来看 我觉得屯房税是应该要积极去落实 否则最重要的原因是让人民不相信政府是完真的 当这种预期心理产生出来的时候 那你怎么打其实他说那不是完真的 那真的要做你又不做 那我就只好含泪勾 那大家炒房就说政府玩假的 那我口袋够深啊 那我就给你赌气看比谁的气长啊 那他就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面大概有这些落差 所以我想政府在展现出他的所谓打炒房的 所谓这个完真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屯房税势必市场人民 做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来观察政府是完真的 那像财政部会觉得说 囤房税如果实施可能会造成租金啊 就是租租什么 他们可能负贷或加重 那这部分你怎么看 第一个所谓租金的转价这件事情 我们讲其实房地和税也会转价 买败之间也转价出去 转价不转价主要是看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那我们看到屯房税实施之后的房价会下跌 这是过去时代的结果 房价下跌租金会上涨吗 这当然大家都晓得过去房价 租金上涨主要是房价上涨的结果 那租金上涨另外一个原因是租黑市的结果 因为租金不清楚 政府到现在为止 其实租金的水准 租金的掌握能力还是不足的 那不足的结果你说会转价 那你不是骗我吗 你根本没有证据显示说一定转价 那拿韩国的经验来看也不正确 因为韩国第一个 它当时打得太晚了 已经涨了到程度 再打已经没有用 所以什么时间出手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是韩国的租金转价 租金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它是一次付很大租金 那样的转价才会比较成功 换句话那是有点类似交易的 所以房价和税的转价更重要 所以我说千万不要为了 你没有做好配套 所以不实施 那同样的你房价和税 也有了转价 可是你又不说 你又说这个可以实施 显然这个背后隐含着 是有它问题